大家好,我是瑞姐,这里是北京颐和园 今天受邀来参加满足其人后裔 爱心觉罗氏,北京满文书院创始人 老院长金宝森老人的93岁寿宴 金老是挪尔哈赤曾祖父 执皇帝扶满的第15世孙 老人家为人低调谦和,受人尊重 金老,您还记得我吗? 我估计是瑞姐,是吧? 估计是 你老听那个手机上去了 挺好的,状态不错 视频都看了好多回了 是吧,谢谢您 您是角色 哦,金老,您好,您好 估计出来的 估计出来的 因为在我们家的时候,我没正眼看见您 颁奖故事了 一直在后头 对 是不是啊 待会再给他讲一段 我讲什么故事 您随便 我看你那里边有一个也是满足人搞收藏的 是吧 哦 对 他那收藏的东西 我没看见几件呢 你要有时间 有兴趣 嗯,到我那儿去 到我那儿去 你看看我那些 不是收藏 是玩的东西 哦,玩的东西 这些东西 有的 我又夸口了 好多市面上见不着的东西 是吧 我不是收藏 我是玩 玩的 但是我玩着玩着玩成这样了 玩着玩着玩成收藏了 我也不收藏 那我一定要去欣赏欣赏 哎,说姐 这个是我们老院长 那个金毛孙老爷子送我的这个字 哎呦,太宝贵了 汉语龙,南语五都里 中国龙,嘴林巴古伦五都里 我们老爷子 专门送给我们 您的老爷子 看着你像条龙呗 您太幸运了 不敢不敢 这是你老是他老伴 这是我的老伴 欢迎您啊 他耳朵龙 耳朵龙听见了 哎呀,高兽是大夫呀 啊 改革开放以后 看全国第一个满足社团的创始 我们俩成班 新院长在满文书院的第一期期 我们俩是学员 活着的没几个 不断的还跟院长这儿有联系 等亲朋好友到齐了 大家都陪老人家一起乘船 游览昆明湖 心里的痛快 心里痛快 哎,看多长的啊 多长的啊 这儿,这是您的福气 感谢您 是有福气 从外不进的 多长的 心情好 比什么都好 是 爸,你好,爸,你好 爸,你好 爸,你好,爸,你好 当年前龙爷为他的母亲祖寿 建的这个园子 是,是 今天您坐在这个船上 也在游园 开心吧 开心 我也 占了 前龙爷的光了 是吧 大公子 哦,您好 大学 大学生 是啊 有文化 有文凭 说一套做一套 干一套 金老和阿姨的身体好 是您照顾的好 这个是咱们的 江山进入营子的凯威大公子 这个是我们嫂子 关通大奶奶 哎,大爷大奶奶 这是我们那个贵女 也叫小姑奶奶 哈哈哈 她是咱们打保龄球的 哦,就是捐那个火炬的 哦,是 2008年的藏欧会火炬 啊 您的风格真高 没有没有 就是为这个 传障人群 做一点自己应做的事吧 哎呀,太好了 现在有邀请回去 代表北京 再去参加那个 全国保龄球锦标赛 祝你取得好的成绩 谢谢您 这个是咱们瑞 瑞姐 你好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们 索图老大人的后来 哦 我们家现在 很久以前在 一个十四条 那种一遍 后来从这过来以后呢 就当你清风桥 香蕴红旗 哦 您的大少 是啊,您高兴就严 这还不好意啊 还怎么着 金院长一辈子 把名利看得很淡 他为民族文化的传承 做了很大贡献 之所以办满文书院 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 有大量清朝时期 遗留下来的满文资料 需要翻译 满文书院在条件 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办学 不收学生任何费用 办学经费都是由各方人士赞助 以及老院长夫妇想办法筹集的 他们不但不拿一分钱报酬 还往里添钱 金院长的一位学生 在大洋彼岸 看了我去年采访 老院长的视频 给我留言 他说啊 听到老院长讲述办学往事 想起当年的情景 热泪盈眶 老院长淡薄名利 得到大家的尊重和认可 前来祝寿的亲朋 都争先恐后地和二老合影留念 一二三 前子 来颐和园过生日 也是金老的一个心愿 这里不但有优美的风景 还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颐和园本是乾隆皇帝 为孝敬母亲修建的清衣园 园内修有一湖 取名叫昆明湖 将昆明湖的土方堆在湖的北岸 成为瓮山 后来清衣园改名颐和园 瓮山改名万寿山 佛香阁矗立在万寿山上 湖中游览 给老人的大寿增添了色彩 祝您六六大寿 身体健康万寿如意 谢谢您 祝您也福如东寒 寿比南寿 好 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生日快乐 满族过生日 这是寿菜之一 寿宴上这不能叫虾 叫披甲 满汉双文的寿字 是谁写的 老若满的大宫子 哦是吗 太棒了这手法 四十万一瓶卖了 真正的爱心觉罗式的墨宝 大姐 您是金老的侄女 看着长相都很像 听说您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是原大学的 真好真好 太厉害了 静雅静雅 退休多少年了 退休五年了 您这个家族的文化水平都挺高的 也不 这也得看历史机遇 比较我们家 就我一个人上了大学了 剩下他们都插队了 是吗 刚才那个大哥他插队啊 那是您的我弟弟 您的弟弟啊 太插队了 一个还有一个妹妹上兵团 哦 还有两个小弟弟小妹妹在荷兰 插队 就只有一个妹妹留在北京工厂 十六岁进工厂 是吧 所以就我一个人上了大学了 现在大家生活也都挺幸福的 还行吧 哦这是宫廷寿宴的呢 您吃什么呢 我打我吃什么呢 宫廷寿宴的 祝您二老福寿安康 长命百岁 美子 祝您二老福寿栋寒寿 寿比男生 福寿栋寿比男生 哈哈哈哈哈哈 分寿分福 分寿分福 哇 可以 哎呦 老夫老妻 好幸福啊 好甜甜啊 哈哈哈哈 哎呦 一老是正好 再问一个 再问一个 哎呦 哈哈哈哈 这都闷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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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啊 回大师傅 哈哈哈哈哈哈 相伴七十多年 哎呦 他们认识的话 七十多年 解放前叫认识 哦 我的小姑啊 比我爸小两岁 哦 跟我妈同岁 他们是玩伴 是闺蜜 哦 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哦 大概廖洞于中旬吧 这瑞姐 不是你们商量好吗 要你找我妈谈一下 她的家事 但是你要有时间的话 通知咱一块 您可以去听听 我也去 敬老 敬老 您为传承民族文化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没有 没有 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那你太乐趣了 可以说您一路坎坷 一路花香 祝您二老 松贺延年 幸福安康 啊 巴尼哈 巴尼哈 我从来没约过人 这次我约的什么 您在我那看到我那买的那些小玩意儿 我有一件是清坊的 宝利在2019年的时候 拍出这一个 你的档子低的 一亿八千万 我那个呢 是好坊的 但是档子比他那高 哦 而且这个东西的原件 在台北呢 哦 在台北的故宫里头呢 所以我就想 去看看 好 我一定去 九十三岁 三万三千多个日子 从年少到沧桑 故事爬满篱笆墙 往事流到笔端 人生越写越长 没有谁能留住如烟的味道 留住指尖的时光 旧梦散了沉香 唯有接力的延续 才能让昨天的璀璨 点亮来日方长 在文化传承的长河里 没有暂停 没有遗忘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